大家好,歡迎收看591地產小學堂 我是維希 疫情期間,大家都還好嗎? 真的好久不見了 我也居家工作了好幾個禮拜 本來呢,今天是我們591買房研究社很重要的一個日子 因為今天是我們頻道成立一周年的紀念日 所以呢,前幾天我們就在我們的社群軟體上面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週年QA快問快答 收集了大家所有的問題 今天希望同仁幫我們準備了前10名的問題要交給我 好好來幫大家回答一下 先第一題要來看的是 疫情期間可以直接去看房嗎?還是要先預約? 喔這題問得很好 因為這個的確我也收到蠻多朋友在問我的 其實現在目前非常多的代銷業者 他們這邊也做了非常多完整的措施 比方說像他們會有分班制 因為代銷的銷售人員他們也要分流上班 所以呢,現在盡量打電話先去接待中心問一下 是不是你們今天有營業 大概是幾點到幾點當中可以接待客人 那我這個時候過去方不方便 建議大家呢,這段時間可能還是盡量透過線上看房的方式 比方說可以看我們的開箱的影片 或者是說像591上面有非常多豐富的資訊 先在家裡查查實價登錄 或者是看一些新聞、事況 掌握一下這個區域的情形 好,第二題 想知道微星的腿長 這個不是已經涼過了嗎? 我是你Hold住 105-105-105-105 正常喔 欸你的腰設定太高了吧 我真的腰在這 打1.4耶 第三題 這波疫情這麼嚴重 房價該跌了吧 這個也是我很想問的問題 因為最近其實大家都會想 是不是可以危機入市 但是我覺得就我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 還有整個觀察 整個市況大環境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去想一件事啦 土地還是非常貴 原物料還是一直上漲 尤其是整個建商蓋房子的這個整個工 加工的成本是一直不停的墊高 所以建商可能會有一種心態就是 那我就先不賣 反正也不會賠售 我就先擺著 尤其是說其實房市它喊 剛性需求還是在的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需求只是往後遞延 那在價格到底會不會很明顯的往下跌 其實可能稍微啦 並有下修的機會 但不會到非常非常明顯的跌幅 覺得大家的問題都好專業喔 下一題 微星是中文系嗎? 開箱文稿都是你寫的嗎? 我是新聞系的 然後開箱文稿 其實我們目前整個頻道還是有其他的企劃一起寫著 但是大家看到的主要只是那種豪宅的開箱啊 文稿腳本事我寫的沒有錯 不錯吧? 下一題 微星為何會加入591? 這個問的很detail 是在問我的求職經歷是不是?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就是報社的房地產記者 然後之後到電視台 其實陸陸續續都是跟房產圈這邊有蠻密切的聯繫 那到了591之後呢 在去年的時候我們就成立了591買房研究社這個YouTube頻道 把我們591原本記有非常堅強非常厲害很深耕的這些新建案的內容 轉化成影片的形式 讓觀眾朋友更了解房地產這一塊市場 像我們有非常專業的建案開箱 就是從買房者的角度呢 針對單一個建案進行實看體驗 然後深度的評測 那像那個地產小學堂的部分呢 就是知識型的內容 所以我們會找一些專家的解析 希望能夠透過影片呢 體現我們591想要呈現給觀眾朋友 更多更多買房不同的視角 第六題 開箱的豪宅太貴了啦 可不可以介紹便宜一點? 欸我們也有介紹很多小宅啊 適合手購族的 第七題 那個主持人是不是發福了? 這個 我可以拒絕回答這一題嗎? 你錄了啦 你錄了 我錄了 我錄了啦 我錄了 拜託大家可以問一些正經一點的題目嗎? 好不好 第八題 保插建設子公司的建案可以買嗎? 挖線怎麼給我跳 欸但大家如果還記得我們之前有錄過一集 是那個總編新家燕屋 總編那時候不是就有說 他就是買保插建設的房子嗎? 我那個時候就有跟那個燕屋的師傅詢問一下 就他們驗過那麼多房子嗎? 保插建設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有如傳聞當中那樣子 真的問題重重 其實他們也說沒有 其實並沒有 並不會因為它是保插建設的房子 就真的比較容易漏水或什麼 其實是不會的 那我覺得可能是機率的問題啦 因為保插建設當然其實大家非常容易買到嘛 因為他自己在市場上的市占率非常高 那所以相對比較起來 大家可能在意見上面就會比較多一點 搜尋到的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好希望這樣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第九題 微星有FB或IG嗎? 有啦 你想要嗎? 那先等我們591買房研究社過10萬訂閱 我再公開 欸確定有人想要嗎? 這還是我們自己暗裝自己提問的 如果沒人想要我自己這樣公開很丟臉 第十題 微星真的會彈鋼琴嗎? 我覺得這題應該是看到那個 我們桃園豪宅的那一支對不對 攝影幫我拍的一段非常華麗 穿著裙子很厲害這樣子 我會彈 我真的會彈 我小時候學過 而且我還考到了什麼第九級還第八級 就是還蠻厲害的程度 但是就是長大之後 就不受教不學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我們就一買房研究社了 祝你 我祝你 好 今天這集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希望剛才10個QA我都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這段疫情的期間 大家一定要照顧好身體 然後有事沒事的就話好我們591的YouTube頻道 看看以前的影片複習一下 喜歡哪支影片或想看什麼內容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一下唷 下一次再見了各位朋友們 我要繼續居家工作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